接下来看到的是4426的立琴 目前是全世界3D立体织物业界当中 拥有一贯化生产制程 先进设备 以及广泛技术的专业领导厂商 年产量是在1500吨以上 反而表示 现在夏季进入了运动的旺季了 势必也会带动球鞋的需求 而立琴的3D立体织物 就是以鞋材的应用为大宗 包括了Nike Adidas 还有Rebook 跟X6 跟Fila Puma 等等 那么预期 立琴第二季的营收 渴望年增两位数 而立琴的5月份的营收 来到了1亿4509万元 月增了 这个是负的30.76% 而年增率也是 这65.48个百分点 而看到是毛利率在第一季 是蓝色的线条所呈现 可以看得出来 是大幅的攀升到了 49.17个百分点 而税后净利率则是稍微降到了27.9% 所以立琴的股价下跌了 1.79% 呈现的是创历史新高之后的连两根的黑K棒了 虽然说这纺织古王跟古后呢 今年以来都有五成多的涨幅 但是一比起立琴呢 我们要看到这日K线的一个形态 是相当的惊人喔 因为这个古王古后啊涨幅超过五成 可是比起立琴呢通通显得小屋见大屋 因为立琴今年以来的涨幅是更加的惊人 是高达有3.95倍之多 而这么大的涨幅背后的靠山呢 也跟前两档的高价股有很大的不同 并不是来自于外资 而是呢主要是融资在撑腰 对照股价这一路上涨的这个融资使用率呢 从原先的12%是不断的攀升 到最新呢是来到48左右 增加的幅度是整整有三倍 或许呢这也呼应着很多散户呢 不太敢去碰这外资进出的高价股 于是呢就另起颅罩 最后是拱出了新的一档高价股出来 而且